他現在把左投手 鄭齊鴻給推上前線 要面對的就是新龍牛隊的第四棒 左打的新龍神拳林一拳 本季啊 鄭齊鴻面對林一拳 是兩打輸一安打一三陣 過去面對兩次 一次被打安打一次把他給三陣 先來一顆屈球 林一拳前面三次打擊 出現了一隻安打 身為球隊的第四棒 上個半局也因為失誤 手被失誤有導致失分 此時也是他建功 戴最立功的時刻 兩個壞球沒有好球 而鄭齊鴻則是有休息了 有六天的時間 上一次出賽是4月14號 今天是4月21號 上一次出賽在羅東 成長面對Lamigo桃園隊 終繼了零誘三分之二局 面對三個人次 面對三個人次 堅決兩個 有一個是投出四壞球寶宋 沒有失分 這是一個好球 依舊用大需求對決 鄭齊鴻本季出賽了11場的比賽 一剩一半 有一場救援失敗 不過他過去五場的出賽 投了五局 加起來五場投五局 只有失掉一分 一壘方向的借外槍 那他是曾經在新竹被鄭達鴻 那個高院的學長鄭達鴻 消除再見 再見拳雷擋 對 再見拳雷擋 現在面對林一拳 兩好球 兩敗球 林一拳本季 面對右頭手打擊率 3x28 左頭手是2x80 有一支拳雷擋 是打左頭的 這個球裁判判壞球 形成兩好三壞的滿球術 下一棒是第五棒 又打了許國龍 林一拳 鄭齊鴻面對左打被打 絕對是2x73 一壘跑準 準備起跑 兩好三壞 還是打成借外 嗯 破壞掉 一分差距的比賽 非常的緊張 在上壘的話 有可能李鋒華就要出來了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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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出方被拉掉 遭到了三陣 鄭齊鴻上來之後 用三陣化解了危機 霸局雙敗 青龍牛隊有一支安打 但是沒有得分 1比2 1分落後